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 破获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查办了一个以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为名 长期接受境外资金支持 并在境内培训和资助多名代理人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的非法组织 并逮捕了瑞典籍的彼得等嫌犯 不过境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 以及人士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维权紧急救援组也发表声明 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彼得 下面我们就连线设在华盛顿的 改变中国刊物主编曹雅学 雅学你好 你好 组织人 您对被中国当局查获的 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组织 您有所了解吗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给我们介绍一下雅学 对 它主要是一个法律权益倡导组织 在中国和中国的律师和公民合作 组织一些法律培训 然后呢 主要是为访民提供一个法律的一个救助 从培训到个案的一个介入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大量的访民 他们就是说上下无门 找不到一个寻求公益的办法 所以这个组织它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么这个案件呢 看起来呢 是同中国当局批捕的 这个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的案件有关联 我们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呢 似乎是中国国内维权律师的资金 都是由最佳境外组织提供的 那么雅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一 我澄清一下 我昨天专门问了这个组织 我知道的一个人 他说这个彼得的事情和封瑞完全没有关系 那个新华社报道里面说2009年 彼得和封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璋律师怎样怎样 王全璋的妻子昨天表示王全璋09年还不是律师 更不是封瑞的律师 所以这就是胡说八道 就事实 基本事实 中国的那个报道内都不对 第二 我回答你第二部分你的问题是 就是说他这个指控就不对 维权律师他经常就具体个案向公众募捐 经三天两头 你如果关注这个事 我个人就曾经捐过 然后呢 第二呢 他们有时呢 可能会向境外的这个NGO申请资助 这本身我要强调一下 并不犯罪 前几年香港大学有个教授 他曾经写了一篇论文 说外国NGO的资助绝大部分 你猜是给了谁 是给了中国官方的项目 就我所知 比方说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这各个大学 包括省一类的大学 社科院 中国复联 甚至中国政府的法院系统 这都是国外NGO境外资金的受益者 那么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 对这样的 对这个境外资金 在中国是怎么分布 到底谁受益 他直字不提 实际上这个境外资金的只有很少一部分 去了民间草根组织 而且民间草根组织自己的反应 这篇论文里也指出 他们实际上申请钱 得到钱都很困难 因为我们生活在国外 我们都知道 这个申请程序 它是很透明 很规则的 那么中国的草根组织 它经常 比方说在就申请 像政府立案 登记 什么种种卡的现象 它都没有齐备的文件 所以它经常申请不到钱 所以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 对这种情况直字不提 对他们想打压的对象 如果用到境外资金的 他们就做这种很恶毒的指控 这分明是就是非常非常恶毒 好的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 彼得等人是西方反华势力 安插在中国的眼线 他们搜集中国的负面信息 由境外势力加以利用 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形象 另外要挑动访民群体 敏感案件的当事人 在国内制造事端 扰乱国家和社会秩序 那么您如何评论中国媒体的 这种说法 这种指控呢 这个吧 这个就完全是 中国人稍微有点年龄的 就一听这种语言 你都就是说不忍听下去 这完全就是文革式的 专制政权式的这种宣传 你如果把这种恶心的文革语言 播去的话 这个组织他从事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好的 昨天李方平律师 这个很有名的人权律师 李方平律师 他就在社交媒体上说 他说这个组织实际上做的工作 是法律界白求恩的工作 他说所谓的抹黑说 他实际上就是恐 这下头是我的话 这所谓的抹黑说 实际上就是恐吓人民的说法 你访民你有冤不能申 不能报吗 你得不到 你从中国政府那儿 当然是得不到支持 你然后获得了一些 通过人权律师 获得了一些帮助 他又说你是给政府抹黑 这不就是吓唬你吗 那么我问中国政府 中国公民难道不应该寻求正义吗 中国公民向联合国报告 中国的人权状况犯法吗 好的 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 可能经过这个案件 中国非政府组织 特别是接受境外资金的 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日子 今后可能更加艰难了 您的看法亚学 这个彼得事件 它的确是要给国外NGO 一个杀鸡给猴看的一个信号 但是我想让我们的中国听众明白 中国政府想打击的 不是所有的境外资金 中国政府的项目 仍然会继续大笔的 从境外NGO拿钱 中国政府想打压的 仅仅是一小部分的 民间权益倡导型机构 这是他们立法管制 所谓的境外NGO资金 打压这个包括彼得事件的 真正的目标 就是打压这种民间倡导型的 机构 这个包括对法民的 法律援助的小机构 对妇女权利 残疾人权利 公民组织 甚至一些环境组织 艾滋病组织的打击 这个目标最终针对的 还是中国人 就是那些寻求公正 寻求正义 维护权利的中国人 好的 我们感谢改变中国主编 曹雅学在华盛顿 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要走